尤其经历行者之所居 未经事也 就是精进修行人 他所居住的地方 称之为经事 可能是个小毛布 非常简陋 所以经事是精进修行人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讲堂 受罚 讲经的出所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没有四月 也没有讲堂 讲经在哪里呢 都在野外 树林 或是水边 风景好的地方 因为世尊一生 过得是游牧生活 居无 定处 真是随心所欲 今天住这里 明天住那里 他们晚上睡觉 没有房学 树下一宿 日中一室 这是世尊 当年在世 为我们 实现了 四十九年 佛罗密的时候 在双树林 不是在房子里 这个世尊 用意很深 严附地众生 最严重的障碍 第一个是身 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 就是房室 他居住的地方 中国人 尤其讲究 他要建筑 居住的地方 古代这个四合院 很多 而且是大家庭 选择居住地方 一定要风水好 建筑 非常讲究 而且用的材料 都非常好 古人建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 至少可以使用三个链 为后世子孙 想得很周到 世世代代沉船 所以大家听 有家道 有家闺 有家学 有家业 儿童 从小 在家庭 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都教好了 家学 家学 就是私塾 往往一个村庄 就是一家人 这是王庄 那是用王的一家人 一般家庭 大概三百人左右 普通家庭 人定行旺 六七百人 所以 中国的家庭 是个社会组织 所以 你能治家 就能治国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家庭 教育 就非常重要 纪念祖心 有祠堂 在大家这里 有祠堂 有学校 有私塾 小孩 六七岁 可以上学了 没上学之前 我们前面 都说过 小孩从出生 到上学 这段期间 父母教他了 父母是 儿童第一任的老师 教能力 教道德 教因果 从小就接受 父母 做出榜样 给他看 神教 众于 也言教